美國目前對於 中國大陸的這個壓力 跟這個口徑是比過去更嚴格 不能提供俄羅斯致命性武器 美國現在已經是玩上癮了嘛 他借著這場俄乌戰爭 他弱化了俄羅斯 他拖垮了歐洲 他自己賺得滿滿 他當然是希望在這個俄乌戰場上 繼續榨乾到全世界各式各樣的利益 這一節我們來關心烏俄 在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4月16號和中國的國防部長董軍 進行通話 這是美中兩國防長已經將近17個月了 首次的展開對話 這一次我們來看到美中防長 討論了台海還有南海局勢之外 也聚焦在俄乌戰爭 五角大廈對這一次的談話前 對外宣稱說 中國向俄羅斯出售的武器設備 已經激增太多了 這當中他特別提到細項 有這些比如說機床 微電子光學 無人機 巡弋飛彈技術等等 其實做了一個統計說 2023年俄羅斯九成的微電子 他說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包括了七成的工具機也都是 莫斯科就用這些設備大量的提高 他的軍工產能 美國官員還說現在 中國大陸協助俄羅斯 提升他的國防產能規模 已經是蘇聯時代以來最多了 接下來美國有能力來施壓中國 美國減少對惡的援助嗎 等一下我們請專家解讀 另外一頭這場戰爭也打心理素質戰 澤羅恩斯基快要撐不住了嗎 我們看到他這幾天吃醋 傷心 他不斷的對西方喊話說 全世界都看到你們對以色列的援助了 烏克蘭也需要 我們也需要的 沒有想到是直接遭到白宮的官員 科比回對 他說你烏克蘭不是以色列 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 我們要來看到美國的600億軍援 真的到得了嗎 今天專家我們一次來做解讀 先來看到這一場 美中防長三隔17個月的首次對話 美國能夠施壓中國減少對俄羅斯的支持嗎 大宗老師 我覺得其實不容易 因為俄羅斯戰爭打到現在已經兩年多 我覺得美國目前對於 中國大陸的這個壓力 跟這個口徑是比過去更嚴格 我們回顧一下 一開始美國所要求的地方是 你不能提供俄羅斯軍援 到了去年有個名詞 就是大家應該也聽到了 就是不能提供俄羅斯致命性武器 但現在它的這個專注的焦點變成 比較像是軍民兩用的一些科技 所以這裡面所列舉的 包括機場 微電子 光學 無人機 軍衣飛彈 各式各樣的飛彈的技術跟零件 現在被美國端上檯面上 對中國大陸施壓 但我覺得這樣的施壓 其實不會見得有效 因為我覺得北京的立場 還是踩得滿穩的 就是說基本上北京的講法是說 我們不會提供俄羅斯軍事援助 包括武器彈藥 其實如果說美國有這方面很 怎麼講 很赤裸的一個證據的話 其實早就被攤在台北上 所以我覺得去年講的 和前年講的美國 比較是一種嚇阻性的 你不要做我仔細觀看 如果有的話會在 國際各個場合裡面 各個重要的場合裡面 把這證據傳出來 也是做一個嚇阻 但基本上我覺得中國大陸 並沒有踩那個線 它並不是直接提供武器 彈藥 裝備跟俄羅斯 但現在在這些領域裡面 還有上面沒有提到 包括5G 衛星技術的合作 還有一些人講的說 如果是用來做戰場上 來做運用化 那包括像挖掘機 怪手 其實美國也在顧慮 因為不管是戰場上的運用 挖戰壕 做很多大型的機台設備 其實都可以拿來做戰場的運用 所以美國我覺得是 這個場合裡面 美國一定會談俄物戰爭 一定會老調重提說 你不可以軍援 但現在的講法真的比以前 來得更加的嚴厲 口徑更緊 那範圍限制更多 好 相較於美國硬要說 中國大陸有大舉支持 俄羅斯的軍工業 我們來看到烏克蘭這一方 現在又是怎麼樣 烏克蘭現在武器彈藥 大家都知道絕對是越來越危急了 所以總統澤倫斯基 現在也在繼續的喊話 4月16號這一天他說 上週再缺乏防空彈藥之下 烏克蘭我們先是擊落7枚飛彈 就後來之後只能認後續4枚飛彈 直接摧毀首都基輔最大的發電廠 叫做特里皮利亞 針對此我們來看到 美國又怎麼回答 這一位是美軍的 歐洲司令部的司令 他是卡沃里 他也向美國的國會提出了警告 如果說你再不批准 後續對烏的援助那麼俄 他說幾週內 就可能用這個炮彈數量 是10比1的一個超級絕對優勢 進入到對烏俄戰爭 而且這一場戰爭繼續 就會到了一個決戰 決定性的時刻了 我們可以看到烏克蘭 現在防空彈藥都沒了 俄羅斯越來越少 俄羅斯飛彈對烏克蘭的基礎設施打擊 能夠造成多大的一個衝擊 請大謙委員繼續來幫我們看 就當然如果他的防空飛彈 還沒有有效的補足的話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打擊效果 一定會持續的擴大 那麼特別是最近俄羅斯 是針對了烏克蘭境內所有的 這個能源設施 開始進行全面的攻擊 那麼他某種程度就是希望 癱瘓掉他們的能源供應 然後瓦解掉他們的戰鬥意志 因為其實對俄羅斯來講 我也不認為俄羅斯希望打個天長地久 所以俄羅斯當然就是希望 在某種程度之下以戰逼合 逼著烏克蘭盡快的上談判桌 那麼大家至少有一個停戰的可能性存在 但是現在這樣的想法 其實跟澤倫斯基跟跟美國的想法 顯然不一樣 就是美國現在已經是玩上癮了 他藉著這場俄烏戰爭 他弱化了俄羅斯 他拖垮了歐洲 他自己賺得滿滿的 賺得飽飽的 不管是他的能源業者 他的這個軍火商 他當然是希望在這個俄烏戰場上 繼續榨乾到全世界各式各樣的利益 通通都流到他美國的口袋 那麼對澤倫斯基來講 現在如果停戰的話 澤倫斯基恐怕就要立刻下台了 其實不管說他自己有沒有貪腐的問題 澤倫斯基現在也顯然不能夠 完全掌控他自己的政府 所以他在不斷地換來換去 把他身邊的親信 不斷地在這個走馬燈式的進行調配 那麼就是因為澤倫斯基自己的領導威信 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所以這兩個人根本就是不想 讓這個戰爭結束的 但是我要講的是 澤倫斯基現在很明顯的 就是在情緒勒索 如果你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呢 你有種去惹人家 你就要有種自己有能力打贏這場仗 我第一次看到全世界有這種國家領導人的 就自己沒能力去打贏這場仗 又要去惹了這個旁邊的這個鄰居 然後惹完了之後要去惹索全世界 叫全世界大家一起要站在你背後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理由跟原因呢 所以澤倫斯基當時如果不要去幹這件事 大家有多少人對他提出警告 每個人警告他多少次了 沒有必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不要去尋求加入北約 他如果不要做這件事情 現在就算俄羅斯想要打他 也找不到一個好的理由 所以其實澤倫斯基在美國的慫恿之下 開始了這場戰爭 那你自己就要有能力去承受 這場戰爭的後果 你不能夠回過頭來去勒索全世界 好像全世界都欠你烏克蘭的了 就麻煩是你惹的 然後大家要幫你去扛責任 這樣的話說不通的 所以在這場戰爭開始之前 我就曾經說過 我說久病床前無孝子 久站門外無朋友 就站了兩年了 你還要期待全世界 大家上下一心 然後大家勒緊褲帶 陪著你烏克蘭共赴國難嗎 我覺得這太困難了 好 我們繼續來看到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炮彈數量 剛剛提到是10比1 這個火力差距會持續的擴大嗎 如大謙老師幫我們看到了 這個接下來該如何演變 會怎麼走 我想火力確實是會有影響 但是火力不是戰場自身的保證 從剛才大謙所講 真正關鍵還是作戰的意志 所以這裡頭還是存在了 有很多的變數 那在這個戰場上交鋒 毀其力 奪其空 都要硬幹到底 那個都是大量的犧牲 但是上期時 硬生生把某一個時機拖垮 或者拖過 這個很可能到的是 最後俄烏戰局 有這個就是翻轉性的變化 也就是說現在這個就是這個到底哪邊看出來的皮態 顯然是支持烏克蘭這一邊 我們都講施老兵皮 而且人家這個所謂的Fatik 就是這烏克蘭的這個叫做皮類 或者這個我們把它講的施老兵皮 都老早就已經呈現了 再加上美國這樣撥款 在這個國會跟行政部門之間的角力 我覺得今天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倒是有一點我不太同意 就是大謙的講法 說是責倫斯基就是把這個戰爭給挑起來 因為它不是他率先攻擊 而是你製造了某些 就是說讓這個莫斯科感到不安 所以從當年2013年年底的顏色革命 後面的2014 這個等於說2月20號就是俄羅斯去奪取克里米亞 然後兩個邦要脫離 其實這是一連串 那有沒有可能可以收的 其實當年的明斯克協議 或者新明斯克協議 就已經有機會去收 但是這個真正把它往前推的是華盛頓 就是你千萬不能停 所以明斯克協議被破裂了 新明斯克協議也破裂了 然後對於那兩個叛離的幫 那個當勒斯克跟魯康斯克 還是在繼續在那邊施壓 所以才會到2022年2月24號的全面的爆發 所以在這個行刑之下 這個爆發之後 那一週之內 他土耳其就出來要議和 所以今天澤倫斯基 不是因為他挑起戰爭 而是不知見好就收 也就是說換言之 這個看到棺材了 還不知道流淚 看到黃河心還不死 你怪不得別人 好 這個索倫斯基要不要停下來 其實背後還有關鍵美國 美國接下來要不要幫忙等等的 老師我想要來看到 接下來美國600億 答應他的援助會來嗎 現在卡在眾議院會過關嗎 我覺得現在看 因為現在白宮釋放訊息是說 他要看眾議院提出的 法案的詳細內容 他並沒有打死說 因為現在傳述訊息是 眾議院想要拆解 把這個大的這個 這個900多億的這個案子 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可能是烏克蘭 烏克蘭其實最有爭議 第二部分是幫助以色列 大概140億 第三部分是印太 跟台灣相關50億 還有一些可能是 跟這個人道援助相關 對 那其實是參眾兩院裡面 尤其是部分的共和黨人 是對烏克蘭是非常非常有意見的 這就是為什麼一開始 去年到現在 拜登一開始的做法就是捆綁 捆綁意思是說 你們都很支持以色列 也支持台灣 支持印太 要抗擊中國大陸的威脅 但是我很重視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 拜登的政治上 已經跟烏克蘭是綁在一起 包括今年的總統大選 所以用這個方法 最後是在參議院裡面 還不錯 60幾票是贊成 因為代表說 部分的共和黨參議員是買帳的 但眾議院我們知道有 眾議院議長是強身 對 他也承受很大的壓力 所以現在才說他可以拆解 也是某種程度的浪步 好 那拜登也要看 那還有一個是在局外人 但很重要的叫做川普 因為川普之前是 最期之先明說他反對 無條件開空白支票 協助可能給他再600多億 他說這不是美國的優先利益 核心利益 但他現在的講法是有點緩衝 他說如果這600億是 是貸款的 不是無償的 他可以考慮接受 所以現在就看 可能會拆解投票 我覺得白宮也沒有說一定不行 但現在就要看 最後就是白宮一個協調 因為目前的我們知道 眾議院裡面 共和黨是很微弱的多數 強身的國會議長位置也不保的 因為黨內的極右派議員 對他發出很多的挑戰 那參議院倒過來是 參議院民主黨些微多數 但是這案子已經過 目前就取決於眾議院外來討論 跟白宮的一個協調 我覺得有可能會過 有可能會過 謝謝老師 大謙委員同樣一個問題 我們簡短回答 您怎麼看 當然就像剛才大中所提到的 最終我相信還是會達成 某種形式的妥協 只是說那個妥協的模式是什麼 因為我剛剛跟張青老師在笑說 那個600億的貸款 誰都知道他還不了這個貸款 那當然有沒有可能用這樣的方式 這個平息掉大家的這個旗艦 的確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拖過這個時機 老師剛剛提到了 時機才是關鍵 其實拖過了這個時機 這筆錢就算到位了 其實對烏克蘭的幫助也是有限的 沒錯 好 謝謝委員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們看到這次烏克蘭除了早上外援 就剛剛大使幫我們特別提到 這個烏克蘭來 德國來做幫忙之外 我們看到俄羅斯接下來 他又自己會做了哪一些的準備 還有烏克蘭方面又做了哪一些準備 我們剛剛一開始就提到 烏克蘭現在軍方眼裡了 未來是說要加入婦女一起來參軍 其實大家還記得吧 這個幾個禮拜前 澤倫斯基他才剛剛簽署新動員法 這個法將入伍的年齡本來是27歲 一口氣降到25歲 然後說要新增50萬名新兵入伍 現在又要再加入女軍 烏克蘭的武裝部隊的總司令 這位是塞爾斯基他也透露說 俄軍領導層現在 甚至都已經訂出期限了 我們來看到在5月9號這一天 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奪取在 盾內茨克州的一個行政中心 烏軍我們可以看到持續的 喊要徵兵為何都無法延緩現在 俄軍的攻勢 他一直喊說要出兵 難道是這個新戰已經被看破了嗎 延庭將軍 我們可以知道這一次烏克蘭戰爭 他就算是動員這些 動員50萬也好 因為動員完畢真的要整編 整編要訓練 訓練要操作武器火炮裝備 才能夠發揮火力 這個成熟之後才能夠送上火線去作戰 那他這個都要時間 那如果沒有經過這些訓練 整編的這些相關的程序送到火 那這炮灰 人家俄羅斯他是戰殺場老將 老兵在那邊 然後這些都是炮灰上來 武器操作他不牽手 怎麼樣在這個狀況 該什麼樣該服務的時候 該什麼該服務 該發揚火力 他沒辦法掌握 什麼時候該掩護 什麼時候該發揚火力 他能夠掌握得住嗎 他們戰往都不知道 他想送上戰場 那時候發揮的戰力非常有限 可能會造成非常大的戰損 那就是變成炮灰了 而且我們來看 在按照整個國防工業潛力 俄羅斯的軍火 不斷的在自己的生產 加班 趕工出來 那俄羅斯伊他一直要西方的 給他愛國者 給他火炮 給他飛彈 這樣子 這個俄羅斯的戰爭潛力 就什麼國防工業潛力 是一直還在持續的 保持持營保態 但是烏克蘭沒有 烏克蘭沒有 而且果然是新兵 新兵再加上像他要武器 你的整個的 這個戰爭潛力是沒有的 那俄羅斯不一樣 俄羅斯的話氣定神弦 他打的話他現在 還有一些游刃有餘 變成整個作戰節奏 是掌握在俄羅斯的手上 那變成整個的烏克蘭 他陷於被動的態勢 這是被動態勢非常不利的 他不要說是招50萬 他就算招80萬的新兵 問題是他不會操作武器 這些都要時間 一分訓練才有一分戰力 你沒有訓練把他送到戰場 那是沒有戰力的 那只能算人頭 沒有戰力 是這個樣子 那這樣的話不是死更多 你看他現在 男生死光了現在遭女生 女生死光之後 國家在哪裡 因為將來的時候 戰爭中有結束的一天 這些女生是要生小孩的 女生都沒有了 將來怎麼生小孩 那現在人已經走了 都暫時殺場了 女生要生小孩 女生也沒了 那國家整個不是 整個斷層斷代 這個代通通沒有了 年輕人通通沒有了 那老年人沒辦法生產 所以他現在把女生都招進來 我認為這在國運 我們講的說話 整個國運投進去了 所以我認為他的期望值 跟他的人力是天差天壤之別 你的期望值跟他的實力 不能有太大的差距 太大落差 可能但是我們講到起戰容易 中戰難 這個一戰打起來的時候 烏克蘭他完全沒有中戰之道 到底我們今天做任何投資 我們只要停損 你要停損的時候 這個時候風險管控 他沒有風險管控 沒有停損 沒有戰爭的停損 那要無盡的投下去 那什麼國家 國賣民命不是都沒有了 所以他認為這個戰爭下來 不是考試戰爭的勝敗 要考到戰爭後的國運走向是怎麼樣 很重要 所以教宗方濟哥有講 方濟哥說 請勇敢的舉出白旗走向談判桌 因為趕快把停損 方濟哥的意思並不是說給烏克蘭泄氣 而是說趕快把握停損 你如果不再沒有停損 停損繼續消耗 那將來反而得不償失 這個洞越來越大 那不是更限於戰略狀況 極不烈的態勢嗎 所以他認為整個戰士發展那一塊 對烏克蘭是不利的 是 回家老師沒有終戰嗎 我覺得其實他一直要強力去徵兵 但代表是烏克蘭現在要做長期戰跟消耗戰 那當然剛剛這個將軍也提到過 據說你持續的去包括去徵兵 去尤其是女性來 那當然這數量增加其實是很難改變 現在戰爭的一個現狀是很難去改變 那唯一的怎麼樣 第一個他可能要國際合作 國際合作包括北約 包括美國的支持 那當然還要加上他的裝備要改善 你看這個烏克蘭 這個俄羅斯 他在整個一個裝備 還有他的這個戰略上都非常靈活 一直有加班等等這些 那等於這等同是你烏克蘭要跟他做 長久戰跟吃跟消耗戰 你可能必須要做了一個準備 那當然包括剛剛講到一個心理的問題 現在心理戰也非常重要 要去認知作戰 因為我覺得這個無形的戰力 才是戰場的關鍵要素 其實要應該此時此刻也要去 強化烏克蘭 他們的這個戰場 這個士兵官兵的一個士氣 然後第一個也要讓他們 趕於作戰 勇於作戰 那當然還有就包括這個認知 這個興趣的操作 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樣才能夠對於內 能夠激發軍民的士氣 對外能夠爭取到國際的一個支持 跟一個合作 好 接下來我們來關心玩軍武 我們來看看現在英美 又在持續聯手 要再增加對俄羅斯的制裁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們看準到了這個重金屬的交易 我們來看到畫面上 倫敦金屬交易所已經被要求 要禁止交易俄羅斯 他所新供應的鋁還有銅跟鋰 這一些新的金屬 先前我們特別介紹說 歐盟制裁新疆棉 結果我們現在看到 德國的軍火大廠 缺少了活藥棉 就做不出炮彈了 這一次禁止是來自於俄羅斯的 包括鋁 銅 鋰 能夠立刻就找到一些替代的方案嗎 大使怎麼看 我想應該都是西方國家 已經找到替代方案 它才會禁 它如果沒有討到替代方案的話 它不會禁 所以這個是很現實的 不過你可以看俄羅斯 它的這個女動員桶 它總價 它年出口額 2023也不過150億美元 其實量不是很大 你禁的話就是說 其他國家會不會受影響 其實以俄羅斯 在這個三個金屬的 在全球的產量來講 佔比也不是那麼高的 那150億就能夠動搖 俄羅斯的經濟嗎 我覺得也未必 那麼西方國家對俄羅斯才聽說已經上萬象 上萬象 可是有把俄羅斯打垮嗎 也沒有打垮 對不對 那有把俄羅斯的經濟徹底弄垮嗎 也沒有 不過我覺得西方國家這一方面是 蠻怎麼樣 蠻偽君子 蠻虛偽的 有一項金屬他們都沒有進 就是鈦 鈦 這一項金屬事實上是飛機上面要使用的 德國 這個俄羅斯是大中 所以我覺得這個美國其實還有西方國家 在這一次的這個俄羅斯戰爭裡面 各種制裁手段充分顯示他們自私自利的一個做法 那也是美國在國際影響力 大家對美國信任力快速下滑的很重要一個原因 是 同樣一個問題我想繼續請教將軍如何看 現在西方國家對於俄羅斯的制裁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俄羅斯的經濟上 去年反而GDP還是成長的 好像沒有受到什麼太大的影響 您如何看又這回又限制的更多的這些金屬原料 能夠找到替代方案嗎 您如何看 我認為因為俄羅斯它沒有受到影響 是因為俄羅斯是原料供應國 大家都需要原料 包括石油 包括天然氣 包括礦產 甚至包括穀物 糧食 俄羅斯也是輸出國家 變成這樣 那這些東西沒辦法做替代 那大家都需要這些 如果這些沒有這些的話 那會有相關的就是工業會造成停頓 沒有這些原料會造成停頓 當然我們叫北大西洋工業組織 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它有做經濟上的制裁 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 那其他國家像印度就拼命買 因為買的價格還是有低於市價的三分之一 北韓也在買 大家說那你不買 那其他國家買 其他國家撿到 賺到 換句話說那對俄羅斯來看 俄羅斯還是有這些市場 沒有影響 所以俄羅斯在這方面 不送美元交易 那沒辦法收入部 必要的時候收人民幣也可以 變成這個狀況 那其他國家買 中國大陸也要 因為中國大陸是最大的能源進口國 剛好跟俄羅斯有4000公里的邊界 剛好過來 好 這一節我們要來關心 烏克蘭國會在11號通過了一項 軍事動員法案 刪除允許作戰超過36個月的士兵 反家的這一個條款 那法案還把加強對於逃兵的懲罰 制定了新的徵兵程序 而且我們要再來看到的是 與此同時 俄軍再度對烏克蘭各地的能源設施 是發動了大規模的空襲 至少我們看到是有20萬人 他們被迫斷電 這讓已經深陷困境的能源系統 現在面臨到的就是更龐大的壓力 那我們來看到普丁他的態度了 普丁說這是讓烏克蘭非軍事化的 一部分手段 那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他就指責西方國家說 你們對於我們烏克蘭 現在要加強防空系統的這個需求 怎麼好像都是視而不見 那烏克蘭軍隊這幾個月來 在戰場上苦撐急需的這些軍員 現在卻又在美國的國會受阻 人力跟彈藥都是嚴重的短缺 這些是不是都是 削減烏軍戰力的背後原因 周老師 這個其實就是澤倫斯基的說法 那因為這個援助法案 在參議院通過以後 眾議院一直卡著 沒有進行這個處理 所以拜登政府一再的呼籲 國會能夠儘速處理 現在我們看到一個 非常有趣的情況 就是說雖然澤倫斯基是認為說 如果各國不援助他 他就會沒有辦法持續 但當然烏克蘭本身 也有其他的一些問題要克服 比如像說擴大徵兵的範圍 或者是有更多的烏克蘭人 能夠回到烏克蘭去支持自己的國家 不過美國的確也認識到 這個援助的關鍵 或者說美國也希望能夠 烏克蘭能夠認識到說 除了美國的援助之外 還需要有烏克蘭自己的努力 現在其實你看最近一段這幾個月 美國有公佈說他到底援助烏克蘭多少錢 他說過去這兩年以來 他援助了大概有740億左右的美金 這裡頭包括460億的軍事援助 德國也說他也公佈了他的援助金額 英國甚至瑞典 一些國家都陸續公佈了他們到底援助多少錢 那所以這個裡頭當然就是也就展示像世界展示 也像烏克蘭展示說 我們西方國家已經給烏克蘭這麼多的援助 那當然烏克蘭其實也有他自己必須要承擔的部分 那我覺得最新一個比較有趣的發展是什麼呢 就是說西方國家當然認識到說 還是要持續援助烏克蘭 所以最近英國的外長就是卡麥隆 他訪問美國的時候 他先去了川普的海湖莊園跟川普潭 然後才到了這個華府去跟這個布林肯見面 而他跟川普談很多人就認為說 他其實就是要說服川普去遊說 他的眾議院的議長強生 能夠通過這個援助法案 因為事實上卡麥隆到了華盛頓 華府之後 他也會跟美國國會議員來會談 也是要敦促他們通過這個援助法案 所以我覺得美國以及這個英國也好 或其他歐洲國家都很清楚認識到說 援助還是非常重要 但是只靠援助也是不行的 不過現在外界也在猜測說俄羅斯 他繼這個莫斯科音樂廳恐攻之後 現在是加大攻擊烏克蘭這個電網 然後鎖定他們非常關鍵的電力網絡設施 桑子格這背後的用意是什麼 不講雖然莫斯科的音樂廳 這個恐怖攻擊 那麼大家都覺得攻擊很多戰爭難免發生 可是事實上要知道這件事情 對於俄羅斯來講一直沒有翻篇 他們現在還在持續在繼續在逮捕相關人 現在已經超過11個人了 那麼不只是恐攻當時的4個人 所以事實上俄羅斯 包括我看到最近的 從俄羅斯跟中國大陸方面的消息 你看到他們慢慢把背後整個 這個恐怖攻擊究竟怎麼策劃的 掌握情報系統輪廓越來越清晰 那麼至少就俄羅斯的說法是 越來越清晰 這一切根本就是指向後面背後是烏克蘭 所以在這樣子的態度之下 我想再加上烏克蘭這一陣子 前陣子也攻擊了俄羅斯的第三大的煉油廠 這還使得整個全世界的油價 在當天跟後之後幾天還維持波動 所以在這樣子的挑釁之下 我覺得你可以看到最近其實 俄羅斯的攻擊真的越來越狠 我們看到的這一次攻擊烏克蘭的電網 不只電網還有火力發電廠 所以這個部分的攻擊真正的影響大的 電網當然是整個影響性 它直接攻擊三個地區包括基辅在內 可以說這家烏克蘭的這家電力公司 所有的最主要的 包括發電廠跟電網 已經百分之百全部被破壞了 要知道其實對於基辅的電網 因為對影響在那邊的 包括居住的民眾跟難民非常非常深 你沒有電 所以事實上在去年前年部分的攻擊 一度已經對於基辅很大影響 但是他們慢慢修復 結果這一波基本上又重新再摧毀 摧毀到谷底 那麼這次摧毀的我們來看真的很驚人 5G方面也許大概效果也可以再補充 他這次大概做了82枚的 整體的部分的飛彈跟五人機 而且還包括了6枚的匕首的極音速飛彈 那麼其他的飛彈有些被攔截 極音速飛彈這6枚完全沒有被攔截 也主要是這6枚極音速一半 對這些電網跟包括火力發電廠 造成致命性的打擊 所以你看 打一場仗 當你現在在攻擊的時候 我們看你用什麼樣的武器 花多少錢 你就知道俄羅斯這次是 真的非常非常火大 因為現在剛剛講 他懷疑莫斯和恐攻 雖然包括ISIS認為 宣布是他們的 但他們追溯起來付錢 等等這個做法 怎麼可能會是你過去ISIS 所以這裡頭背後 烏克蘭可能性是非常高 現在開始我們都知道 已經有20%的烏克蘭土地 已經被俄羅斯攻下來的 拿在手上 所以後面的和平談判 隨著現在的這種戰情 雙方都出很招 都打擊你能源 發電這種最根本性的設施 看起來很難善良 現在大家也很關心的就是 美國現在這邊的動態 我們透過圖卡彈令來看到 美軍歐洲司令部司令卡沃里 他在10號的時候就向國會警告 說如果美國不能批准後續 對於烏克蘭的這些軍員的話 俄國是幾週之內 將會享有砲彈數量是10比1的絕對優勢 那俄烏戰爭現在就已經到了 很關鍵性的時刻 英國方面我們來看到 根據英國國防部的研判 俄國一個月能夠向前線補充3萬的官兵 那軍工產能現在已經到達了 開啟一天24小時是不會間斷的模式 大量生產從戰車 無人機 還有到導引炸彈這種各種的裝備 那我們再來看到美國副國務卿康貝爾 他也指出俄羅斯在對烏克蘭開戰以來 雖然是蒙受到很嚴重的損失 目前已經完全恢復元氣 這顯然很明顯的是跟之前部分 北約盟國他們原先評估說 俄軍要至少花5到7年才可以完整的預估 這樣子其實落差是非常大的 好 我們就要來看到了 效益哥幫我們分析一下 為何俄羅斯現在兵力重整的速度 真的是超乎預期 它背後有什麼樣的助力嗎 第一 如果說你兵力能夠恢復的快 其實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在於你的人口基數 不可否認俄羅斯人就是比烏克蘭人多很多 既然多很多的情況下 雖然說兩個國家都因為二戰時期 男性大量的戰死 而長期忍受人口成長的速度有限的問題 但是不可否認你烏克蘭人畢竟就是比俄羅斯人少很多 那雖然說從各種情報的顯示 俄羅斯方是屬於工方 那工方他在前面兩年的攻擊行動之中 的確喪失了當初原先俄羅斯自己所建立的 這樣一個專業部隊 也就是全職業應的部隊損失的相當嚴重 但是俄羅斯人在這兩年的戰鬥中 學習的也的確非常快 而且其實大家真的也不要忽略一件事 俄羅斯人對戰爭的這樣一個忍耐度 也就是說如果說今天他覺得他的祖國 被外邦欺負或被敵人欺負 他們所積寫的這種民族意識 其實也不是一般的這種西方民族國家 所能夠想像的 最明顯的例子 我常舉一個例子 就1920年出生的蘇聯義男 之中只有10%活到1945年的5月9號 也就是之中1920年出生的這些小孩子 男生有90%都在德蘇戰場上都損失掉 當然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你看 俄羅斯人對於戰爭的態度跟想法 跟西方人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其實在另外一方面就是 俄羅斯的兵工或是軍工 恢復生產的速度 從原先的可能 因為最早俄羅斯 普丁他所宣稱的是一場所謂的 特殊軍事行動 他也不是宣戰 也就是說他必須要讓對內感覺 我們現在還是跟平常一樣 跟正常情況一樣 所以他的這種包含像兵工廠等等 並沒有完全恢復到戰時狀態 現在他開始進入到戰時狀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向俄烏衝突前線的特徵來看 他其實已經不再是 甚至於二戰時的這種機動戰 恢復到一戰時的那種壕溝戰 甚至於你說雙方的部隊 要開始對對方的陣地挺進的時候 一開始你就要先用炮彈去洗地 你要炮彈一邊洗地 然後後面一邊要跟著炮彈前面彈幕 往前面前進 這個時候你的炮彈耗損量 會非常非常的可觀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說 我們今天看到這幾個 最近俄烏衝衝突中 激戰的這些城市 你現在看到空拍的影像 所有的防射全部都只剩下斷圓殘壁 原因就在這 攻擊前俄羅斯人先用炮彈洗地過去 烏克蘭反擊 反擊也希望用炮彈洗地 來收復一些領土 但是俄羅斯的炮彈 比烏克蘭的炮彈多了 非常多 而且俄羅斯還從北韓的這個地方 拿到非常多的這樣的炮彈 因為西方的炮彈補不盡 烏克蘭為什麼 因為大家的口徑不一樣 烏克蘭用的火炮 還是俄系的火炮 它的這個大型的火力支援火炮 是152公里的 但是西歐的是155公里 那這個155公里的炮彈 就是塞布金152公里的炮彈 炮管裡面嘛 但是北韓它所生產的 大量152公里的彈藥 卻可以供應給俄羅斯使用 雖然說有人說這個品質不佳等等 甚至包含這個射程不夠 火藥爆量也不足夠 但是至少增加了這個數量 那這個時候 對於這個烏克蘭來講 它就必須要面對一個 兵牆那個馬族 然後甚至於就是 裝備齊全的二軍的地面部隊 那這時候它打起來 其實可以說是非常痛苦的 是 好我們接下來 還要來看到的是包括了 您在我們圖卡當中的右下方 我們來看到的是 瑞士預定6月中旬 要為烏克蘭主辦一場多打 有100個國家與會的高層級的和平會議 但是說俄羅斯是不會出席 但是現在克里姆林宮 在習一號的時候就表示說 這除非是有俄羅斯要參加 否則他們認為這一場和平的會議 根本就毫無意義 好 這個從俄物戰爭爆發以來 一向都很中立的瑞士 現在有越來越多 來自歐洲鄰國的這些壓力 那6月主辦的剛剛提到的這一場 烏克蘭和平峰會沒有二方的參與 周老師您看大家說會不會只是輪於走場 過場這樣子 的確有這樣子的一個擔心 不過現在瑞士的說法是這樣 就是說這將是一系列的一個對話 那這一次會議只是第一次 那基本上來講我們看到就是說 最初的時候是烏克蘭反對 讓俄羅斯參與 那後來是瑞士跟中國大陸共同努力 希望說服俄羅斯參與 但俄羅斯開了兩個條件 一個條件就是說西方國家要停止對烏克蘭軍事援助 第二個條件就是 澤倫斯基必要撤回他過去提出的一個條件 就是說只要普丁在任他就不願意和談 那其實這一段時間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俄羅斯媒體跟中國大陸媒體都曾經報導過 說澤倫斯基改變了他對於談判的一個立場 就是說不必要一定要讓俄羅斯 不必要求俄羅斯一定要全部撤離烏克蘭所有的領土 但是後來烏克蘭方員沒有去證實這個消息 所以這個消息就變成只是一個各說各話 但我覺得這已經反映出來 就是說澤倫斯基目前為止不願意有 絲毫鬆口讓步的跡象 這個也使得雙方的會談蒙上了一片陰影 因此這個會談到底能夠得到什麼樣的成果 我覺得現在當然是很值得懷疑 目前大概已經訂了這個時間 就是在6月的15 16號 那這個時間如果是在這個 如果到時候就是說 歐洲國家看到俄羅斯不斷的進攻的話 我覺得當然澤倫斯基會面臨很大的壓力 是 謝謝專家們的解析 我們休息一下稍回來 好 再一起來關心烏俄的戰況 來看到的是美國的太平洋陸軍司令弗林 他近期在巡視美軍駐韓基地的時候 他說俄羅斯在烏俄戰爭中大量使用 他說來自於北韓的飛彈 是反倒可以讓平囊有機會在實戰中來測試武器 那我們也來看到這個烏克蘭 他是直接證實 他說今年3月份就已經確實看到在 俄軍在戰爭當中向烏克蘭發射了50次 來自北韓的飛彈 而這當中其實也包括了 可以搭載核彈頭射程高達了 380到800公里的這個火星11型的系列飛彈 為何俄羅斯使用北韓飛彈 難道是自己的彈藥不足 還是有其他原因今天專家來解讀 另一頭我們要特別來關心的是 這場戰士持續打下去 烏克蘭其實承受來自俄羅斯的炮火猛攻 更加當然需要西方援助 但是西方國家現在也碰到問題 七成生產火藥的這些火藥棉 它們其實都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 如今被卡脖子 這種火藥棉化學名叫做消化纖維素 您知道嗎 可以在幾萬分之一秒內 完全的燃燒之後 體積一瞬間暴增47倍 是大部分子彈的發射藥 威力很驚人的 烏克蘭這一回可能因為缺少的 這看起來是沒有害的 不起眼的火藥棉材料 導致戰況一氣崩塌嗎 今天我們也會來做解讀 先來請教委員您如何看 俄羅斯近期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大量的使用北韓的軍火 還有我們來看到 就是讓北韓可以獲得哪一些的好處嗎 北韓支援俄羅斯作戰 能夠提升它在中俄之間的一個位置嗎 委員怎麼看 應該這樣講 我想佛林這個 美國太北洋陸軍的司令 他講得非常有道理 因為畢竟大家可以看到 過去原本說 北韓給與俄羅斯相關的協助 是相關的子彈 或者是所謂的輕兵器 但是沒有想到這一場戰爭裡面 現在竟然發射了至少50顆 北韓製的飛彈 飛彈跟子彈真的差了太多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等於說北韓運用了這一次的戰爭 把他實際的飛彈 投入到了這個戰場裡面 所以他所獲得實際上的運用 跟改進修正的部分 獲得實際上的一個 很明確的一個效果 所以某種程度對於整個北韓 我認為他的軍事方面 尤其是飛彈的技術 會有很大方面的一個驗證 以及改進 另外一個部分 當然也促成了俄羅斯跟朝鮮 就是北韓的一個關係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去年 金正恩訪問俄羅斯的時候 基本上俄羅斯是給予 非常高規則的一個接待 甚至於今年大家來說 其實今年1月就一直講 就是那個時候就是說 普丁要回訪北韓 這些一連串一個步驟 我就可以看得出來 實際上北韓在這個部分 雖然他面對了中韓 美 日 韓 等於說跟他們的一個對抗 但是他也迅速拉攏到了俄羅斯 作為他的一個backup 作為他的一個後援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金正恩的算盤算得非常的精 所以我覺得如同您剛剛所講的 因為這樣子的原因 普丁先訪問北韓以後 預計可能大概6月才會去中國大陸 某種程度當然也實質提升了 這個北韓在這個惡中之間的一個地位 好 北韓的地位提升 我們也看到從這個俄羅斯 從北韓獲得武器的同時 另外一頭是來自烏克蘭 有美國的援助嗎 這是來自於美國的軍方 在4月9號的這個消息說 已經向烏克蘭轉移了一批 或這個繳貨自伊朗的武器的彈藥 這彈藥非常多 我們來看到畫面上 包括了5000支的AK-47 還有他說有這些機槍 狙擊步槍 還有RPG-7 跟超過50萬發的7.62毫米的彈藥 這樣子這麼多的東西 是足夠來裝備一個呂的一個量 好 這些武器原本是伊朗 要準備轉移給這個 夜門青年運動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在半途 遭到美軍給攔截沒收之後 就拿去來支援烏克蘭了 現在是拿烏克 拿這個伊朗的 難道是這個西方自己 原屋的武器不足了嗎 張靖老師怎麼解讀 其實這個事情很有意思 這個事情是說 他從無國際的船隻中 去繳獲了一批武器 而且認定它是伊朗 可是伊朗從來就沒有承認 而且伊朗說 那上面就算是伊朗製造的 未見的是我要就要把它交付在這 而且你怎麼知道 他最後是交付給誰 所以您剛才所講的 現在全都是西方做法 但是目前這批武器 確實是無阻 那為什麼要把這個移交給烏克蘭呢 我們今天在國際的軍事援助之中 經常要考慮接收方他能不能吃得下來 你給他他完全不了解 不熟悉的武器 事實上他不能立刻上手 而烏克蘭確實這些武器 這些全部是以前的俄羅斯 就蘇聯系列這個就是軍備產品 這樣子他馬上可以上手 對 而且今天就 這個合法性跟合理性而言 你說你把別人東西 這個就是來轉移 假如那是斬釘節點 這是屬於伊朗政府的財產的話 他可以說你偷他東西 但是他這個東西就變成曖昧不比 那為什麼美國要急著把他這個脫手呢 他要去降低 就是保存他處置的銷毀的成分 因為你不把他轉移出去 你最後都要銷毀 這要花錢 第二 你天天在那邊庫除 那有風險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要把他轉手 然後把他去處置掉 所以這裡頭之中是 這個就是一箭雙雕 一魚多吃 有很多種的這個就是功能 就是目的存在這裡 好 不管怎麼樣 我們可以看到烏克蘭確實 現在還是真的就是缺乏彈藥 那我們也要來看到接下來這個 包括了西方國家會怎麼樣來協助 我們先來看到現在這個烏爾雙方 在炮火上面到底有多大的一個懸殊 這是來自於法國參議員的資料 他說烏克蘭是在每天用 大概是5000到8000枚左右的 那俄羅斯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數目就更高了 幾乎是達到兩倍 達到了15000枚的炮彈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整體來說 這個俄軍的火力 現在已經達到了烏軍 可以達到兩倍至三倍 針對此法國總統 馬克宏的主導之下說 現在已經有高達了23個西方國家 已經同意了會來組成火炮聯盟 接下來會一起來供應給烏克蘭 這一些炮彈 但是我們也可以確實看到 這些炮火的火力 他還是俄羅斯的方面是三倍 能夠替他在戰場上 帶來哪一些優勢 烏軍持續的承受 必須要有哪一些的壓力 他得要持續來承受 吟祐老師 這一邊的話 我們可以從戰略跟這個裝備上面 兩個角度來看 首先是在戰略上面的話 今天我們大家一定會想 如果俄軍的火力這麼兇猛的話 那為什麼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在2022年當時 就打下了一筆 就可以先站到戰場上的優勢 最大的問題 其實這跟戰線的一個位置 跟戰線的一個戰況的推移有關 如果一開始俄軍其實是進攻一方 當他孤軍深入 當他的一個部隊前進到類似基輔 或在卡爾可夫 在過去那些地方的時候 他可能他的補給線是跟不上 可是後來我們看到 烏軍開始進行反攻 會變成是烏軍要比較靠近 俄羅斯這個地方 相對來講 俄羅斯取得補給的一個順暢度 會比烏軍還來得順利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 在戰線上的推移 我們就可以看到為什麼雙方 有的時候在進攻的時候 是烏軍相對來說占比較優勢 但是在現在來看的話 反而是俄軍比較佔優勢 那另外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說 今天的一個俄軍沒有錯 他目前來看他的火炮的火力 是相對來說是比較強 但是之前烏軍他所認為 他佔的優勢是他的射程 相對來說是比較長的 因為那時候的一個烏軍 得到的是MXX 或者是其他西方NATO這邊的部隊 給他的這一些的一個火炮 跟他的一些射程 相對來講他打的一個範圍 是比俄羅斯這一邊來得長 而且在當時的話 其實在一開始 烏軍他能夠拿到的一些武器 不管是反炮兵的一些系統 或者是其實美軍在提供給他 海馬式火箭發射系統 以及結合無人機 是可以去進行一個精確打擊的 就像剛才張老師有去提到的 有時候不是你打的一個效果是 如果是你有沒有打到目標 你有沒有辦法去摧毀對方的火炮 或者是摧毀對方的一個炮彈集結 或者是補給的一個重地 這個才是關鍵 但是隨著戰爭的一個推移 到了現在已經大概兩年多了 兩年多來看 俄軍也知道烏軍會玩什麼把戲 俄軍也知道接下來在下一波 進攻的時候 他可能要採取什麼樣的一個攻勢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講 現在的話是 俄軍在嘗試找出 烏軍防守薄弱的地方 在擊中軍兵力 再去做一次的一個突破 那在突破的時候 可能今天就要比的是炮彈量 因為他會在攻擊之前 除了空中火力之外 會利用他的炮兵會形成 一個集中的一個打擊 會去做一個面的攻擊 希望去打開一個缺口 再配合他的裝甲部隊 去對烏軍進行一個攻擊 那這樣子來看的話 現在的一個烏軍相對來說 他其實戰線是希望做一些收縮 而去擋住俄軍這一次的攻勢 可是烏軍為什麼沒有辦法去 在這個炮彈量上面 除了是西方國家提供的 一個數量不夠之外 另外就是烏軍的貪腐問題 以及這個貪腐問題有很多的炮彈 不一定實際上是有到達 這個烏軍的戰線 而第二個的話就是 在經過這一段時間的 一個俄軍戰術的改變的情況之下 俄軍用長城的飛彈 直接去攻擊烏軍的炮彈的補給點 或者是重要的火車的 這一些交通道道 造成了其實現在 烏軍的補給並不順暢 好 重點是俄軍現在要 已經找到了烏軍的落點 然後會來做精準打擊 剛剛老師幫我們提到的炮彈量特別的重要 我們要來看到如果要增加炮彈量 對烏克蘭來說 現在恐怕越來越困難了 尤其它的炮火 我們都知道主要是西方國家來提供的 但是現在有一個炮火原料不足的問題 剛剛一開始我們就已經提到這個炮火 這個特別提到炮火中的原料就是這個棉 我們先來看到德國這一家軍火商 叫做萊茵金屬公司 他說這個歐洲國家七成火藥棉主要都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他也透露在這一次物額爆發的衝突中 我們看到這個萊茵金屬公司 他們趕快的先囤積了 可以供三年使用的火藥棉庫存之外 還是每個月持續的趕快向中國大陸不斷的進口 但是來自於歐盟內部市場的專員也指出了 現在這樣子的棉花 隨著我們可以看到近幾個月和中國大陸的關係 關於一些政治上的問題惡化 現在已經被停止供應了 好 我們就來看看 現在德法歐都沒有了這個火藥棉 真的遭到中國給禁止出口了嗎 一定要中國生產的才能使用嗎 中方早知道要禁 怎麼會等到現在才來禁呢 張靖老師 我不是我講 這是西方自己搞出來了 這個Britain他就要繞來彎 那個彎 東繞西繞 就不敢提那個關鍵的字眼叫新疆 這些棉花最主要都是新疆的 你去看看這個就是大陸上做這個火藥 北方工業公司就北方這個集團之中 在四川的這個就是北方消化公司 最主要用的就是新疆棉 新疆棉他做這個 這個到底做火藥是怎麼回事的 他那個棉花做了那個就是纖維抽掉之後 那個棉子上還有那個短絨 他分成兩個類別Category1是這個 12mm到16mm 那個可以用來做染料油漆 或者說做鈔票 那個人民幣的鈔票很多美鈔 那個用的纖維就是用這個上面 就是12到16mm的Category1 只有Category2的這個棉短絨 他用抽絨機 從那個棉子上把它抽下來之後 這個3mm到12mm的才能用來做火藥 這個繞來繞去他們就不敢提那個關鍵字叫新疆 進新疆棉也是你們 弄了半天你們自己搬石頭扎自己腳 現在那邊講他在那邊講 最主要是政治問題 他就不敢提那個關鍵字點就新疆嘛 對不對你什麼時候 當時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兩個最大的德國公司做火藥 你跟他講你千萬不能進新疆棉 印度人也在印度自己也慘免 印度也講你絕對不能 因為印度也是做這個 我們中華民國民國54年 排銷公司就開始做這個東西 民國96年我們一年可以產2萬噸以上 你知道我們那個棉哪兒來的 對不起你今天就是完全自己活人給尿憋死了 你自己就是明明是可以用 然後你就非要找個政治理由 去這個就是 叫怎麼講去抹黑這新疆棉 弄了個半天好你今天 你這個很有骨氣你新疆棉不盡 你到現在搬石頭紮自己腳嘛 好我們一邊來看到這個 從朝鮮拿飛彈是俄國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烏克蘭現在缺少這個火藥棉 剛剛老師已經幫我們看到很清楚了 這當中涉及的政治問題其實就在新疆 所以一直都沒有辦法拿到這個材料 但是我們可以看現在烏二兩方 都有缺彈藥的問題 只是說誰比較嚴重而已 請教委員您如何看 這個烏克蘭最後在缺乏彈藥的之下 得被迫投降嗎 應該講俄烏戰爭 其實所有戰爭打的都是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國力的資源 那俄羅斯當然用他舉國之力 對跟這個烏克蘭 而烏克蘭後面是美國是歐盟 所以說雙方打下去了 那最後會不會讓步 我想最近不要說投降 但對於烏克蘭而言 當然他的壓力非常的大 所以包含最近歐盟北約的秘書長 也特別提出來說這個最後 假如要讓俄烏戰爭 烏俄戰爭能夠停止的話 烏克蘭恐怕必須做出一些讓步 當然他也非常的堅持說 因為這就是理想跟現實的差距 理想是當然他希望有所謂的正義 那就是烏克蘭不會讓步 最後俄羅斯戰敗 但是現實很冷酷 很殘酷 現實是什麼 是俄羅斯打了兩年他還繼續 而且當然他現在又不管是 中國大陸或者其他的 包含非洲的一些國家 某種程度包含中東 跟他購買石油 所以現在俄羅斯的物資來講 比起烏克蘭是強了一些 所以在理想跟現實底下 的確非常的麻煩 當然這裡面就牽扯到 這個烏克蘭後面包含北約 跟這個美國的決心 所以假如說美國跟北約 沒有一定程度的決心 支持下去的話 我覺得某種程度 如同您剛剛所講的 在意志力欠缺的狀況之下 那這個時候烏克蘭可能就必須 要做出一些讓步來爭取